要说最近超火的电影《少年的你》估计会当人不让 口碑与票房达到了双丰收 豆瓣评分也高达8.4分 这部关于校园霸凌题材的电影是由周冬雨和易阳清喜主演的 片中周冬雨饰演的陈念是一名正在全力备考的高考复读生 而易阳清喜饰演的小北则是社会上的小混混 原本毫无焦急的两个人因为一起校园霸凌引发的意外事件而联系起来 从此彼此的生命都发生了改变 很多网友表示二位主演的演技暂现 当然更惊喜的还是影后周冬雨在电影中炸裂的演技和板寸头造型 周冬雨作为鬼马精灵派的代言人 她可娇俏可人可帅气酷炫 各种风格在她这里都会与自身气质融合形成雨室风格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这位雨室女神周冬雨吧 2010年还在上高三的周冬雨被导演张艺谋选中 拍摄了电影《山楂树之恋》 这个长相清纯的女孩一炮而红 你睡吧 我就这样陪着你 我不要你这样陪着我 我要你也躺上来 我就这么看着你 看着一辈子 我在路上就想好了 你做什么我都答应 周冬雨凭借电影中的静秋一角 战获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新人女演员奖 第20届上海影评人奖最佳新人奖 第56届西班牙巴黎亚多利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等多个奖项 一部电影让周冬雨顶着某女郎的头衔成功出道 更让她获得了多项殊荣 起点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随后出演了《青城之类》《公所沉香》《同桌的你》等多部电影 虽然凭借这些电影周冬雨成为了首个主演单店票房过4亿的90后女星 但也因为这几部电影作品都是以清纯温柔贤的传统女性形象出现 让周冬雨打上了清纯的标签 角色定位受到了限制 此后周冬雨开始寻找突破 2014年她遇上了导演银号 并且在喜剧片《新花录放》中出演了一位非主流女孩周丽娟 夸张的发型让很多观众一开始压根没认出来这是周冬雨 自此彻底颠覆了形象 我就知道你不敢 谁说我不敢 你敢打呀 你敢吗 我要打了怎么着 咱俩赌什么呢 打了我就跟你好 你敢吗 我有什么不敢呢 真的 随后由他和马思纯主演的电影《七月与安生周》 周冬雨饰演的安生性格反差较大 对演员的演技要求也相当高 从前期的叛逆随性到后期的安静释怀 周冬雨把这个角色拿捏得十分到位 他也凭借片中安生一角 摘得金马奖影后桂冠成为了娱乐圈首位90后金马影后 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第一个巅峰 在电视剧方面 周冬雨也有不俗的成绩 2016年和李一峰合作出演了他的第一部电视剧《麻雀》 随后和张一山主演的《春风时里不如你》 更是成为当年爆款网剧 周冬雨的影视作品表现 让观众看到了他十分扛打的业务能力 现实生活中的周冬雨 却是妥妥的小可爱一枚 在综艺节目中餐厅中 他化身餐厅服务员 各种暖心表现甚至稀粉 在和宇文乐参加恋爱综艺时 则让观众看到了他满满的少女心 网上一直流行着一句话 平平无奇古天乐古灵精怪周冬雨 可想而知网友对周冬雨的评价有多高 作为90后率先获得影后称号的周冬雨 确实做足了表率 出道这么多年 不仅没有什么负面新闻 对于角色的牺牲也是习以为常 所以周冬雨的成功并非仅仅只是演技的炸裂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周冬雨的真实 无论做什么事情 周冬雨的敢于反其道而行之 都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与世风格 试问这样与众不同的女神周冬雨 有谁会不爱呢 B故视频独家策划